老友相聚还是非常开心 恭喜发财 可以可以可以 太可以了 我就是新年快乐拿来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好 你先踢好头 年岁成欢福久昼 新年快乐 江河万里 家康家年卫 南北超时期 外敌犯我边境 一位将军征战万里 守护山河无恙 黎明安康 元日将至 即便是威震四方的英雄 也难免遇到普通人的烦恼 如何为家人筹备一桌完美年夜饭 过年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时空故事就此开始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 爱奇艺优酷内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这还挺漂亮 嗯 你们回家过年吧 回啊 我应该不回 应该不回啊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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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哎年卫小馆 哎对年卫小馆到了 康师傅年卫小馆 来吧 哎呀进进 哎呦 哎呦 往外拉的 哇 哇 哇 很温馨啊这里 这可以 哎 这春梨啊还少一赞 哎呀 我坐这吧 我们先挨下这 嗯 哎 你不是 哈哈哈 不熟是吧 哈喽 我是九周 什么 九周 哈哈 美不胜生 哈哈 我是美不胜生的九正 好 哦 五胎头也太难 哎你们两个之前录跑的是一期吗 啊我不是一期 不是一期 啊那我们三个都不是一期 你们这边录好玩吗 还挺好玩的 嗯 我之前录也挺 录的时候挺好玩 剪出来不太好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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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是不是 围剿你的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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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坐坐坐坐 我们在聊 路跑男的心得 都来过啊 嗯 都来过 对对对对对 嗯 你最近刚来过 最近刚来过 刚播 哦 快要过年了啊 我们在康师傅饮品的 加康监舰卫 又一次见到面 嗯 当然我觉得这一次 我们见面不会那么简单 嗯 我相信 节目组 肯定不会像上一季那样 因为上一季可能我们 上一季怎么 对我们来过 上一季其实就是 适适喝喝包包饺子 上一季我们对 轻松 但我这一季呢 我听说好像 节目内容升级了 改私名牌了 啊 啊 大过年的 大过年的 我现在看那边少一个 春梁 嗯 好 给 嗯 嗯 春梁上面 少个字 是哈 千家福寿 享春秋 万户什么 万户什么宁安左右 差一个字 对对福 万户 康宁 康宁安宁 那那肯定是康宁吧 对 肯定是康宁 加康加宁位 哦 所以肯定是康字 字好的可以过去填上 是啊 但没有笔 哦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找笔 哈哈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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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过年的 康子 哎呀 找 好 找吧 全是康子 是 哎 这什么声音 哦呦 是不是 有什么任务啊 哦 真的有任务 任务性 来哥 你来看一下 是个折 哦 好 陈伯伯 念一下吧 你一下 你一下 你一下的位置 你第一了 欢迎大家来到康师傅年卫馆 春节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山河万里悠悠滑下千年文化的传承 让过年两字有着特殊的意义 嗯 合家团圆 欢乐安康的氛围背后是历史传统的基点 每一个仪式感的细节都有着属于他们的故事 嗯 春节将至家康家年卫 为各位准备了一桌丰盛而有意义的时空年夜饭 时空年夜饭 关键词来了 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感受过年的气氛 并对中国千年的年俗文化有了新的了解 想要得到这顿年夜饭的方法如下 年卫馆中的春联独缺康字 嗯 那我们猜对了 家康 各位将穿越时空回到南北朝 去帮助年卫故事主人公 完成三个与年俗相关的任务 并获得时空毛笔 哦 确实 确实 为屋中的春联加上康字 就可以解锁今天晚上的时空年夜饭了 可以 首先大家阅读背景故事 请注意 年卫时空之旅将随时开启 各位必须每隔一小时 去古今时空交界处年卫小馆 做一次身份认证 才能保证任务不被中断 根据宗林所著 京楚最实际的记载 在南北朝吃年夜饭 已经成为了民间过年的习俗 说到南北朝 就必须提到一位有名的人物 他就是岳府民歌木兰师的主人公 与扮南庄替父从军的女英雄 花木兰 皇帝深知花木兰此战不易 准备给大获全胜的花将军 授予顶级官职和丰厚的赏赐 花木兰辞官 把所有赏赐分给将士的消息传来 木兰手下亲兵 无不感动于将军的重情重义 他们得知花木兰正在为家人 筹备年夜饭发愁 亲兵们决定先花将军一步 去找到民间最好的厨师 最好的传世菜谱 最难得的食材 一并送到花将军家中 各位将化身五位亲兵赤侯 先与花木兰将此事办妥 视为任务成功 这是哪儿 怎么只有我一个人 我们在这儿呢 看不见了 我们在后面 怎么除了我们五个就没有其他人了 花花花 我们证明我们五个厉害 是 证明我们五个有身手 我们作为花将军的 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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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诗侯是本官吧 诗侯是侦察兵 对 诗侯就相当于古代的跑男 为什么 请解释一下 因为他们伸手敏捷 分为骑兵和步兵 我们是跑得比较快的 对 那你是以什么建长的诗侯呢 啊 我是以花木兰将军的亲戚 哈哈哈哈 等关系了 你等关系 等关系 你是花将军的亲戚 花生米 花生月下 他会花钱 没有月下 我是比较聪明 哎 智力担当 比较擅长那个脑力 你是最有力量的赤虹 嗯 最有力量的猴 你能够赤虹 惊醒 你 惊醒 我曾经为花将军 在百万军中 打探各种军情 然后获得过很重要的信息 回来得到了花将军的赏识 嗯 在你打探军情的时候 其实那天我也在敌方阵营 哦 啊 你是卧底 我是 你看 我是 跑得最快的那个赤虹 江湖人颂 叫猎豹赤虹 就在你们都打探激情的时候 我也在 你也在 我呢在敌军的军营当中陪他们打牌 在打牌当中聊着聊着就把敌情给刺探出来了 你才是卧底 对 然后这不就赏识我了 我是粉丝 我的粉丝 你是知名于花将军的人 对 希望我们各位赤虹 能够为花将军完成这个过年回家做年夜饭的 艰巨的任务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我们 走 走吧 走 南北朝五大赤虹 前面有人了 终于出现了人 关键是 一定要在我们来的这儿扫土吗 扫土 喝一步就扫了 熊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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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几位 不知几位来我康慰斋所为何事 我们听说康慰斋里有我们需要的年夜饭的原材料 几位是不是想来找我家主人 主人可否会烧菜 我家主人吃起来的确为御厨 御厨 御厨 特设一局 还设局了 设局 是什么局 我家大人此刻正在后堂研究菜品 穿过三个院子便能与他相见 每座院子里均有与原日相关活动 各位需要依次体验完毕才可继续前行 进门之前请各位牢记我们府上原日要做的事情 见到我家主人后 若可一次不差转告于他便能请他出山做饭 但几位请注意 如果一旦说错便需返回这里重新开始 好 各位若已准备好了 我便可以将原日府上要做事 告知各位 注意 我只说三遍 在转告我家大人时 每人一句不可重复 好 每人一句 好 我先记我这句 原日扯红铃布 两杖九寸两分 好事成双 好 伺我一条白铃可以吗 好 我说 你们的白铃可以吗 两杖九分 两杖九寸两分 两杖九寸两分 2.92 2.92 原日扯红铃布两杖九寸两分 好事成双 原日扯红铃布两杖 两寸九分 九寸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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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背一会儿 等一下 摇一摇 反倒摇出来 好 你说 原日粟米存粮 一蛋九菌九两 九九吉祥 原日粟米存粮 九蛋 一蛋 一蛋 九菌 九菌 九两 九两 九九吉祥 原日粟米存粮 原日年夜饭好粮 五福五斗五生 五福安康 原日 原日 摘取蔬菜十斤 可做六人六份摇转 六六大顺 哎呀我记住了 我最简单 来 原日处理猪肉八斤二两八钱 可做三十又五人炖肉 八方来财 你这怎么这么难 对啊 哇 凯哥跟你的都很简单 诸位若已牢记 就请进入院子吧 走吧 走走走 走走走 请 四十又五 下棋呢 不是还要系东西 好 哎 诸位 你们来的正好 来来来来 来来到大几边上来 坐坐坐坐坐 好 好 请坐 我这是算愁呢 您是算什么愁呢 我这你看 有一百个钱银 这不原日快到了吗 嗯 要给八个院子不赏钱 所以你看我这 每个红包里面都要放钱币 但是这个数量不能一样 不能一样 也不能不放 这是一道数学题 就不一样就行是吗 对 就数量不一样就可以 那很简单 那很简单 是吗 来 那就动手吧 来 帮个忙 来 那就一二三四五六 剩下都放一个里不就行了吗 对 这可以 你放一个 来 老放一个 我放俩 你放俩 然后这个放三 然后这个放四个 那我放五个 这放七个 这会不会是我们自己之后要赢的钱币 那我就只有一个 这是给院子封的赏钱 给院子封的 跟我们没关系 那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多给他点 谢谢 都放这里边 这能装得下吗 能 能 这个大红包 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样子 原来就这么简单 嗯 感谢 今天都会有你们 咱们可以往这边走 慢点 好 你们是谁啊 我们是来找大厨的 那你们先进来 先进来帮我做功课 别的事先别忙 这不太好吧 功课还是要自己做的吗 先听我说 先把门关上 先把门关上 把门关上 阿爹阿娘听见了可不好 阿爹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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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门了 快坐 第一题 第一题 我先看一下 请说 我看得见吗 我不看 我看不见 我看哥哥 面上有些老 他确实有一些老花了 怎么还带人生公鸡的呢 第一题 从你开始吧 好的 请说出三个带数字的菜名 数字的菜名 第三鲜 他说 他说 第三鲜 漂亮 四系丸子 四系丸子 你们这才是作弊 没有 酒菜炒鸡蛋 我自己来 酒菜炒鸡蛋 酒菜炒鸡蛋 我自己来 酒菜炒鸡蛋 那就到下一题吧 勉强通关 好 谢谢 这算是 算 有一种菜叫酒菜 酒菜 酒菜 哈哈哈哈 不要笑了 下一题就给你吧 哈哈哈哈 这个比较简单 我看你眼神里透着一些 愚蠢 你太聪明 愚蠢 现在透这些凄凉 请说出三个带数字的成语 一马当仙 二龙细术 三杨开泰 真棒 让他说十个 可以 四系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七上八下 这词我怎么好像在过年听过 这不就是到原日了吗 对了 谁言 过关了 最后一题可是数学题 我看这大哥哥 眼神里透着聪明 我眼神里冒着愚蠢 大家都听好了 他说不对 你们可得帮帮他 好 这可以帮是吧 对 因为这是最难的题 阿娘带了一百枚钱币去买鸡鸭 这鸡鸭多少钱呢 我怎么知道 七十五枚钱币 但是老板 他只找给了阿娘五枚钱币 你说老板是不是黑心 挺黑心的 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黑心 你不是说吗 可是夫子说 就是五枚钱币 因为他老板没钱 他只有五枚钱 别说 不对 他给了他一百 购物袋 因为剩下的钱 他买了购物袋 买鸡龙 对 买鸡龙 提走 可是鸡龙 我们是自己带过去的 我觉得你们进入了一个 数字的圈套 那二十是小费 服务费 去毛 装鸡 得累 老板 你跟夫子说 夫子你得懂点人情事故 我写的差不多了 夫子为人高雅得很 可听不得这些呢 必须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这些不能糊弄夫子 那剩下二十块钱 去干啥了呢 那阿娘 这 绅士 那个鸡是多少钱 原本是多少钱 他就给了八十美 那你们这么说 那就是对的 太 太 误会异常 谢谢哥们答题 许前往下一个院子吧 好 行 谢谢 什么来着 姚转 对 我们还要想起我们的 五胡 五斗 五生 原日购买 原日处理酥肉 原日 发 原日什么蔬菜 实际 阿姨 大姐 你们还不走 走了 我要写功课 好 不打扰了 你这智商不写也罢 这需要干嘛 你好 各位赤喉大人 小人正在清点年货橘子 各位可否 祝我一地之力 能吃吗 最好就不要吃了吧 你先来看一下 这一行有几个橘子 这一行 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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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一行有几个 六个 这一行吗 六个 那这一行 六个 那么它在中间这一块有几个 四个 记住这四个橘子好吗 它很重要 那我把这个橘子放到这边 把这个橘子放到这边 我把这个橘子放到这边 那么现在每一行有几个橘子 六个 那么中间的四个橘子去哪来呢 中间四个橘子你不是拿到边上了吗 但是你们数出来每一行不是都只有六个吗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多天了 你适合跟他一起做功课 因为你刚才让一号橘子共用了两次 对 因为你让橘子A橘子B橘子C和橘子B用了两次 等会儿 A B C D是什么意思 橘子挪动之前 外围四排中有八个橘子位于重叠部分 但橘子挪动之后 外围四排中只有四个橘子位于重叠部分 所以橘子并没有减少 这位赤猴大人 一语道阔天机 太聪明了 通关速度非常极快 感谢你们成功帮了我这个大忙 现在赶紧去后堂吧 好 希望我们不会再见 一个美好的祝福 圆日摘取蔬菜十斤 可做六人六份遥转 五呼五得五声 我不会错的 你好 各位赤猴请站成一排 先生你好 各位管家交代给你们的话都记清楚了吗 记着 你就是大厨 没错 正是在下 这位赤猴记清楚了吗 记清楚了 那就由这位赤猴来吧 圆日 完了 年夜饭 浩财 五呼 五斗 五声 五福令门 不对 错了 错了 你再去与管家商量一下 确认再来 只要有一个人错就得重来是吗 我错 那都我们都不用背了 那我们就跟你说再见了是吗 可以去找管家确认一下再来了 我那么自信 记清楚了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对 圆日年夜饭浩 他这些词都不能错 浩米 我是米 我也是米 五呼 五斗 五声吗 五位时候可以去管家那里 确认一下再来了 哎我怎么就错了呢 不用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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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扫地出门了 我们已经扫地出门了 又见面了 这一幕似曾相识 又见面了 店家您好 店家您好 您好 我们是来找御厨寻得年夜饭秘方的 御厨先来一遍 御厨先来一遍 我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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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方来采 八方来采 好事成双 好 好 几位 看几位驾驶是 想必之前来拜访过我家大人是吗 哦 他重置了 你失忆了 好 那我们头一次来 对 第一次来拜访先生 那我们那三句话 好像还得再学一遍 好 请一一上前 好 袁日车红灵步两仗九寸两分 跟我刚才背得完全不一样 袁日车 两仗九寸两分 袁日粟米存粮 一旦九军九两 不好意思 那是我的 对 我错了 他是另外一个 我是第二人 第二是 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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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C的台词都是一样的 袁日粟米存粮 一旦九军九两 九九吉祥 我记住了 袁日年夜饭浩粮 五福五斗五升 五福安康 好了 你这么确定吗 袁日摘取蔬菜十斤 可做六人六份 遥转六六大顺 原日购买猪肉 原日处理猪肉 处理猪肉 完了 原日处理猪肉 八斤二两八钱 可做三十又五人炖肉 八方来财 八方来财 可炖 可做 可做 小五 小五 这顿年夜饭不吃也罢 在下告诉 你都不吃也罢 快 快 大一您好 这是 我们知道干嘛 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 我这是四个 我放五个 那我放六个 那我放七个 那我放八个 这不行 可以的 这都不好 这分不均匀 这太少了 你看这这么多 行 来 我给你分均匀了 来 这还不容易 马上落 就根据它的高 哦 高 就能看出来是吧 您先别着急装 过一会儿我们可能还来 哈哈哈 真的吗 让它们晒晒太阳 要不然它会有一股铜臭味 我希望它里面的蹄是一样的 我又怕它不一样 换蹄了 换蹄了 第一个功课呢 就是请说出 木兰词中提到的三个物品 不知道 木兰党 虎枝 木 不闻 鸡柱声 指纹 双兔棒地走 有兔 我鸡柱是一个吧 不闻鸡柱声 对 基数也三一个东西 对镜贴花黄 花黄也算吗 对镜 镜子 够了 它是不是三个 它就三个 原来这么多物品 对 我怎么那么笨呢 那就快到下一个题目吧 这个题目可难了 你们觉得应该让谁来回答呢 我 推荐一个人 民间说题 我们再看一下 对镜下药 对对对对 好的 现在呢 屋子里点了十只燃烧的蜡烛 十只燃烧 你被疯来了 你吓我一跳 你这是 吹灭了三只蜡烛 你们猜 最后还剩下了几只蜡烛 七只 肯定不是这个 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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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一只都没有 一只都没有 不对 三只 死坏怎讲 七个燃烧殆尽了 没了 烧完了 只剩三只了 你确实是这么教的 聪明 聪明 果然是精力担当 很厉害 柯卫先生从此留在这儿教育 做你的司徒以后不走了 陪你学习 我是你阿迪阿妈 心请的家教 我就有书童了 那我可以得给阿迪阿宁好好说一下 压载驸马 这我还得问问阿迪阿姨 我还得问问我阿迪 我做不了你 不好意思 那就谢谢各位大哥哥们 走了 谢谢哥哥们答题 请请到下一个院子吧 你好 各位赤猴大人 小人正在清点盐获局刺 不知各位可否助我一臂之力 可以 这一行有六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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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行有六个六个六个 六个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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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 六个 六个六个 这里有几个 六个 这也有几个 六个 橘子甲 橘子乙和橘子饼和橘子冰 被用了两次 各位赤猴大人可真的太聪明了 好 再见 好 那么你们赶紧去后堂吧 好 再见 梁池九占两分 梁池九占两分 我觉得你应该是九占二分 梁池九占两分吧 到底是两分还是二分 先生 先生 你好 各位管家交代给你们的话 都记清楚了吗 应该是 差不多吧 那这位赤猴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那这位呢 嗯 好 就由这位赤猴先来吧 我一眼便看出赤猴非同凡想 是 必然记忆超群 原日粟米存粮 一旦酒均酒两 久久吉祥 不错 来 下一位赤猴 你先 你先 你先莫送一下 你先莫送一下 别着急 红灵步 两 两仗九 他没打啊 十九占两分 十九占两分 嗯 好 哎 可以啊 那不认识 原日扯红灵步 完了 两尺九占两分 两尺 两 两 两仗九 两 什么两仗九 两 两尺九寸两分 十丈分 两尺九寸两分 好试成双 不对 两尺九 九占 不 两尺九丈二分 二分 没有啊 哪有 我这这这 仗是最长的 两仗九尺两分 两尺九 没有 它是尺丈分 刚才好像说的是 怎么可能呢 我不想过小女孩那关 只有三个成语 描述一下你自己 玉树临风 玉树临风 不由倜傥 贼没数远 我 我告诉你 我让你再来五遍 我看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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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身强 唐唐正正 身强力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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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够来 哎呀 太棒了 辛苦 加油啊 希望我们不会再见 藏下来吧 好 等一下 还记得自己是的是啥吗 对我还 我的是啥 先生您好 先生您好 您好 管家交代给你们的话 都记清楚了吗 清楚了 清楚了 好 谁先来 我先来 快 元日扯红 元日扯红领布 两丈九寸两分 好事成双 好 下一位 元日年夜饭 浩良 五胡五斗五生 五福安康 我错 我错 元日粟米存粮 一旦九菌九两 九九吉祥 这位吃后 元日摘取蔬菜 十斤 可做六人六份 窑转 六六大顺 我错 哎呦 我的 等一下 踩着琴板 元日给到了 元日 处理猪肉 八斤二两八钱 可做 三十肉五人炖肉 八方来裁 我错 通龙康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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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你们是第一个破局之人 可以要求我做一件事情 我们是受这个木兰将军之托 就拖 特此来求您为我们做一顿粘夜饭 好 既然看到你们这么诚心的份上 我即刻动身 为你们将军做一桌粘夜饭 好 感恩 多谢 你们先去 我收拾片刻 即刻出发 好 我们赶紧走吧 一个小时过去了 要赶紧去康师傅年卫小馆认证了 好 走吧 我已经看见了康师傅年卫馆 康师傅饮品山河万里 家康嘉年卫 请站好 说出一句新春吉祥话 进行身份认证 好 我先说 我先说 不能重复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龙年吉祥 金玉满堂龙凤全祥 祝大家碎碎平安 多多赚钱 祝大家八方来财 祝大家龙年吉祥 我说了 龙腾虎月 亦飞冲天 好 认证通过 哎 哎 还想多说两句呢 哦 你说不出来了 就这样吧 哈哈 就这样 走 哇 一半现代一半古代 哇 坐 请问此为何物 请问这是凉 啊 康师傅饮品 这个 来来来 来一个 来一个 来 过年了干一个 来 新年快乐 加康加年卫 哇 这个好好喝 还记得自己的试茶吗 你刚刚背的是什么 我想起我刚才喝了 康师傅清美丽茶 一斤不记得自己刚刚 我记得 我刚才说的是 元日 肃米存粮 一旦久均久两 久久吉祥 你今天睡觉都是这个 想一宿 对 我跟你说 我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背书老好 老好 他在跑南济南那一期 在背骨抱突然 永远那么纯洁 永远那么活泼 永远那么鲜明 冒冒冒 好像永远不感到疲乏 只有自然有这样的力量 真的还是挺厉害 但我们属于闪记 闪忘 你让我现在背 我也记不得 对 但大学时候背的一些段子什么的 还记得 还记得 出东门 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树枣 拿着杆子去打枣 青的多 红的少 一个枣 两个枣 三个枣 四个枣 五个枣 六个枣 北京有 天安门 地安门 和平门 宣武门 东变门 西变门 东芝门 西芝门 广安门 复兴门 德胜门 安定门 朝阉门 建国门 崇门 广区门 永定门 行主吧 二号线 把二环走了 除夕夜 南方是不是年饭会更丰富 我们来挺丰富的 必须得大鱼大肉 北方可能火锅 饺子 然后鱼肯定得有 因为年年有鱼 然后鱼头鱼尾还有讲究 就是鱼头对谁 鱼尾对谁还有讲究 然后饺子里面肯定是要放那个硬币 钱 放钱 谁吃到会怎么样 比较吉利 比较幸运 那没红包 所以你吃饺子 就如果告诉你放这个钱的 那个千万别的一口吞 对 一号吧 没有 我家老人都会把那个钱给小孩 就是只要扒了钱 然后就赶紧放到碗里 会 给孩子吃 孩子 所以以后就是过年吃饺子之后 都得带着那个金属探测剂 你吃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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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此处有一锦囊 我们看看 请各位前往城内广复盛名的 德康书院找到收藏家 从他那儿获取几尽失传的年味菜谱 为年夜饭天才 又有任务了 刚才我们已经找到了大厨 之后我们还要找到菜谱 这样的话就又有大厨又有菜谱 我们离成功又更近了一步 好 好的 来 助力一下 来 助力为了花江君的年夜饭 好 加油 来 加油 我们白尺肝头更近一步 走 穿越回去 将军万万不可 将军确实来晚了 我家主人在一刻之前已被几人请走 好像也说是要为哪户登门做饭 大厨正如传言所说 厨艺登风造极吗 我家主人是一位龟影御厨 厨艺出神入化 脾气也略古怪 他设一局 只有破局才会承诺登门 如今此局已破 这 原想为家中人准备一桌好饭时 但终是错过了 不过 也许即使赶来 也未必能破你家主人的局 罢了 也是天意 虽不能请到我家主人 但我可将城中收藏传世菜谱所在 告知将军 据说这些菜谱极为难得 将军何不前往求知 能有菜谱 家中老父一定很是高兴 还请小哥指点 将军 您往这边请 应该就是这里了 德康书院 我看到有人戴这个面具 欢迎各位来到德康书院 你好 我们是特地来此寻得 传世年味菜谱 传世年味菜谱 对 这传世年味菜谱 来之不易 这人人都想获得 好 若是将此物赠予你们 你们要将通过一个考验 看看大家 诚意如何 好 满满的诚意 但这年关之际 德康书院正规的藏品都有年寿看守 若是你们能拿到 伸书玉律两位门神的名字 贴在年寿身上 就可暂时封印年寿 拿到传世年味菜谱 我们比较擅长撕下来 肩上去不太 但我们得贴 几位之后 搅带铃铛 依次进入德康书院 这年寿对声音敏感 一旦发出声音 则立即开始攻击 被年寿击中者 则返回入口 换下一个人重新开始 知道四个年寿被全部封印 才可获得传世年味菜谱 好 来 三 二 一 开始 他都打出声了 都不用这么狠吧 完了 你怎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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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好像玩了 又好像没回来了 太密集了 实在是有点 他们随机打都能打得到 他们不会打到自己吧 是不是一下跑过去 我觉得速度比较好 你不是 小猎豹吗 小猎豹吗 我觉得你可能利用一些你的速度 这会是我们的小猎豹吗 小小壁虎 现在是 小猎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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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山 人有声音啊 他淡他气吗 哇 这个好 这个好 哇 这个好狠 我来了 感觉你一会儿 你又回 感觉屁股得挨不少下 这太怕呀 是不是 衝你吧 衝你吧 哎 好 好机会 好机会 哇 打到 返回入口 换下一位狮猴 太难了 太难了 注意 每次被年寿击中 则该狮猴 下次出发时 要追加一串银当 也不多那一串 我来第二个 好 我来第二个 但是刚才你的方法应该是好的 应该是好的 你如果刚刚跑再快一点 来 准备好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你怎么去那了 你怎么去那了 打多了吗 没打多了 好厉害 但是贴谁呢 被名牌贴中的年兽 不再移动 但会继续攻击 所以你们贴的时候 还是尽量让他再靠边一点的位置 对 是 怎么不知道那么低道 来 返回入口 我打到了吗 被打到脚了 如若拿到门神的名牌 在返回的过程中被年兽击中 名牌依然有效 他们可以帮我贴吧 这可以用这个贴 是的 好的 怎么 我来吗 来 你要试一下贴吗 先贴吧 贴一个就少一个 贴一个就少一个 我觉得你身高必长 对对 拥有一定优势 你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是不是挺恐怖的 是不是挺恐怖的 你打你好大 不是我的问题吧 不是 是不是这个面具看着也挺吓人的 主要他们很叫很认真 他们是真的 他们真的很认真 感觉要撑死我 很厉害 我还没开始就已经害怕了 啊 嘻哈 来 咱们继续出发 靠边一点的位子 哎 回来 下回来了 对对对 下回来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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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 还不能动了 刚好在边边不用管他了 很棒 可以继续可以继续 你看我说什么 你身清如彦 身高必长 很棒 你一定可以 没事 你一定可以的 来 返回入口 好 达到腿了 来 返回入口 换下一位赤猴 好 还是挺好的人 贴 不要贴他 不要贴他 贴那个 别贴这个 对 挡路了 不用管他 挡在那很麻烦 你等于贴了个守门员 你在这 对 那我先把它绕过去是不是 肯定的 对 那我从哪边 这 你别说话 暴露 我不能说话 我好像比这个铃铛还吵 这个赤猴智商不太好 把他搂起来 把裙子搂起来 来 返回入口 换下一位赤猴 可以了 拿过来吧 拿过来好弄一点 他在门口 来 准备好 我们就开始 他那个眼睛应该能看到吧 那个掉了 对 趁此机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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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兽 他棍子没了 年兽的棍子打尿 年兽的武器没有了 对 其实刚应该冲过去拿 来 快 下一位赤猴 应该贴那个 那个武器丢了 因为刚才那两个全丢了 对 对 又到我了 对 又到你了 这这么快一轮了 对 果然更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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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招惹魂了 对 跳科目三 走 帅 贴到了 来 换下一位赤猴 我了 定这两个位置处也好了已经 现在已经简单一些了 现在已经简单一些了 天 来 返回入口 换下一位赤猴 来 返回入口 换下一位赤猴 好 好难啊 这两个 现在已经简单一些了 简单一些了 我来 我先试试 来 开始 腰疼 腰疼 没有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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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比他的棍子快 他甩着甩着 一会儿就累 有时候会累 累了就慢下去了 慢了 他已经累了 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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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换下一位赤猴 靠你了 诱导我 对 来 准备 开始 我想我就直接冲过去了 他的攻击范围太大了 跟他同归欲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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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恭喜五位赤猴 完成本轮挑战 稍后我会将传世年卫菜谱 送到将军府上 好 谢谢 一个小时已经到了 咱们是不是又要回康师傅年卫小馆了 对 可以 走 再见 告辞 再见 告辞 赤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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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万里 嘉康嘉年卫 请站好 说出一句新春吉祥话 嘉康嘉年卫 健健康康大的芳芳 嘉康嘉年卫 祝大家寿比南山福之东海 四海同喜九州同乐 恭喜发财 祝各位小朋友年年有余 认证通过 小朋友年年有余 小朋友的压岁钱年年有余 小朋友的压岁钱年年有余 这个很重要 我小时候就没余过 越过 越光谷 稍到集结束 康师傅您为小馆坐一会儿 来个局的 学科冰红茶 好 那我冰红茶吧 好 我想喝一个 换个口味 换个什么口味 我想换一个冰糖雪梨吧 有吗 有 是吧 冰糖雪梨 这样可以润润嗓子 年寿他其实小时候 你们还记得小妹是怎么跟我们说的一些寓意 过年嘛 除夕啊什么放鞭炮 都是为了消除这种一些不吉利的事情 对 有个传说嘛 就是从南山经里面看的 他说 原来的时候 每到农历的年底 会有怪兽来袭击庄家 打扰黎明百姓嘛 所以他们就会在门前 贴一个福字 就跟刚才我们贴那个 名牌 贴那个名牌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抵御年寿 以保平安 好 我小时候概念就是放炮除夕夜嘛 除夕夜放炮 放炮 对 对 没错 还有武师 武师 我们那边就有留些武师 你们有武师 武师也是为了下飞年寿 对 应该是你的意思 或者祈求平安和幸福 春节其实有很多的 习俗 习俗 对 包括贴春联啊 荒庙会啊 我们那边有个习俗就是一定要买一盆橘子 就刚刚吃这种 不是不是这样的 橘子树 然后在上面会挂红包 每个挂红包 然后里面的红包都是两毛钱一毛钱 然后我们小时候就是去拿那个钱去买糖吃 对很好玩 很好玩 我觉得这些东西主要是大家就是说新历年到来了 做这些寓意呢 这些故事呢 都是告诉大家就是把不好的东西去掉 然后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也能够让我们对民族文化有更好的真实 是的 好 随客 我们就要打开另一个锦囊 想要完成这桌年夜饭 须购置五种当世珍贵食材 请前往城内的东兴康寺 是哪里呢 买菜 买菜 采购 专挑贵的咱们扔一下 哈哈哈 好吧 那我们就出发吧 出发吧 出发出发出发 找食材 走 还吃呢 花崴还挺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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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文声 王佗 今晚都稍微 사�%, 您们就过 Tan 上海银行 护身一 inheritance 护身一 inheritance 浪秀 我们布袁当他买赳赳计划 加远他得够着 哪有很多 makara 是 原本社局考验有猿人 但此局已破 菜谱所剩无几 这样我愿将剩下的菜谱送于将军 但如先生所言 本要考验赠予猿人 我既然错过 也是天意 木兰谢国先生 就此告辞 将军 市集有家店铺 尽得一些稀有食材 邻里静香去求 将军是否也去求得一些好菜品 也能让将军家的年夜饭更有心意呀 先生好意 木兰心灵 原本想着母亲最爱传统风味的菜肴 若是能有些传世菜谱 母亲必定欣喜 可我突然想到 与其四处寻找 不若早点归家 阿爷阿娘 阿姿小弟 其实等的并不是我带回了什么 而是盼着我早点回去 愿将军处夕与家人团聚圆满 多谢先生 告辞 买单 是这吗 应该是这里 真是 对 你看 你好 诸位難道也是来买珍贵的食材的 是的 小店确实有 不过年关要食材人特别多 如果诸位确实想买的话 随我到检里一起 好 这么大气这个地方 这个有意思啊 葱蒜 还有韭菜 那个应该叫五星盘 这里面我一大半以上都吃不了 哇 我吃不了这个 鱼耳根 这个我吃不了 没有人吃鱼耳根吧 那个辣椒也太狠了吧 周围也看到了 桌上摆满了各种的 诸位呢 需要坐坐在箭头所指的位置 转动转盘 每次转动转盘呢 需要连续推动三次 一二三 且康字呢必须大于一圈 转盘停止时呢 如若箭头指向康字 来了来了啊 则可获得一份珍贵的食材 箭头未止向康字的刺猴 就要吃掉箭头指的食物 如若箭头指上锦囊 锦囊锦囊锦囊 就要完成锦囊里面的内容 下一轮 转到食物 吃两边 不限转动的次数 直至极其五个康字 获得五份珍贵的食材 计算成功 转到的食物呢必须吃掉 不能浪费 有点紧张啊 我喜欢这个游戏 好的 哪位先开始啊 我先开始可以吗 好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考验了我们五位赤猴的 默契 速度 现在考验我们五位赤猴的胃口 胃口 胃口 的确是胃口了 希望2024好运长载 一 二 三 三 康康 康康 康康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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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真的假的 低一点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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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的呢 折耳根 折耳根 我看到你我心情好多了 不不不不不等一下 他理应在这里 不不不不不不他必须在这边 他不酸呐 哈哈哈哈 绿酸 这山楂好酸 香菜挺香的 我吃香菜的 韭菜可以生吃 不要这么大味 这好生 我这还不错 干着 嗯 干着挺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我来了 你来吧 哎 力量也大一点 哎 康康快来 啊 康康快来 康康快来 啊 啊 康走了 哎呀又走了 哦哦 来了来了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又是香菜 哈哈哈哈 你这个还没吃完 你还要吃香菜 我这个是香菜 哈哈哈哈 你哈哈哈哈 不要的 快了 快了 哈哈 是不是有个人在上面 哈哈 我吃了两盘香菜 吃了两盘韭菜 你好幸福啊 吃两个甘车 完了这一个 我问一下 如果折耳根被郑凯吃完了 我是不是就不用吃了 怎么会这样啊 包会圆 下一把 如果还是折耳根啊 我觉得你就 你就把这包圆了 得了 来 下一圈给我 走啊 我看我能 能干几盘 再来个卷耳根 那我就跪了 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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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又走了 来了 这回正来 来了 来了 大哥 恭喜获得一汤 获得一份珍贵的食材 哇 哎我赚到的汤 我还要吃这两根 不是什么运气 哈哈哈哈 没有 太不公平了 今天真是五味杂 五味杂陈 哎我来我来我来这 来康来康 康康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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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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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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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哎 哎 紧囊紧囊紧囊 对 哎呀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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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信任了 下一轮 赚到食物 吃两点 吃康 我的事 撤掉凳子扎马布 直到下一轮结束为止 这太攒了吧 还有底伐的 我们快点吧 我们快点好不好 我们快点 一二三 离心力 离心力 康来康来康 康康 康康 康 我是青梅 我都太酸了 我来啊 快加力了 嗯 来了 有 有 有 啊 啊 打盾 选择一位队友 接下来三轮你每吃一叠 他都需要额外陪吃一点 来吧凯哥 哎呀 干我了 康康快来 康的康的康 康 康 你康 我康 康 你看这多难 一个康都没有 你怎么吃了这么多 我回转寿司都吃不了 我觉得应该有了 康的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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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 太准了吧 恭喜恭喜恭喜 获得第四康 曾凯的表情 我们还差最后一个康 最后一个 哦最后一个康了 对 哇 交给命运吧 康康快来 凯克 啊 啊 来了 真的来了 真的来了 重要啊 哇 耶 好的 恭喜诸位 获得五份食材 不是 你这口气真的好有力 人好争气 这是谁夹的 我们是不是完成了武康的艰巨的任务 是的 诸位辛苦 完成了武康的任务 掌声鼓励 那么诸位 请把你们的地址告诉我 我们的地址是送到花木兰将军的府上 好的 诸位 稍后给您送上 好 好 再见 再见 我真的 我吃了山茶吃了我手冰凉 我也是 好 爷娘闻女来 出锅 香籽浆 快快快 快快 开我东阁门 坐我西阁床 拖我战时袍 着我旧时长 当窗里云病 对镜 贴花黄 出门 出门看伙伴 伙伴皆精芒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 您是 受将军 挥下将士所托 除人康毛 写传食菜谱 含有之食材 为将军与家人贺年 谢将军为天下百姓守太平 请 凉 熊兔脚扑射 瓷兔眼迷离 双兔放地走 安能辨我 是熊瓷 原来它变成了彩色的 毛笔也出现了 那我们是不是 可以把康字 现在就加上 加上 好 谁毛笔字写的比较好一点 哎 我记得谁说自己是最有文化的 这个赤猴来着 旧招 旧招 那我来我来写可以 来 来 没问题 把康字补上 呦 这一看又练过 自成一派 我要写成糖怎么办 哈哈 那你就厉害了 那你就还得再穿越回去一遍 还行 哎呦 哎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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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比风在比 对 可以 拿起来包 来 万户康宁安左右 千家福寿享春秋 哎呀 其实春节呢每一次都承载了我们对安康和美好的期待 就像这个春联写的啊 万户康宁安左右 千家福寿享春秋 大家就知道我们花木兰这一期的主题的意义了 嗯 坐坐坐坐坐 哎呀 我们今天回到南北朝体会过去朝代的年位 让我们对山河万里这个词有了新的体会 总有人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为大家对康的期待而去努力前行 谢谢康师傅饮品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情怀和感觉一下燃起来了 你说的太好了 那我们今天也是快要过年了 在这里呢为了我们过年的相聚 也为了大家能够对安康的期待 而前行的这些人们为他们送上住院 祝大家山河万里 家康家年位 好 家康家年位 还有 又穿回去了 还有 我跟你讲这一期是加勒比海盗 这是个什么哥 你看一下 我们可能又往未来传 难道有新嘉宾要来了吗 来我们看一下 任务卡 恭喜大家通过不懈努力成功解锁了年夜饭 请各位一步到餐桌区域今天筹备团圆饭的神秘嘉宾正在等候大家 还有神秘嘉宾 是华将军吗 有可能 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 神秘大厨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是不是 走太期待了 吃饭吃 走 好 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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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年 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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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新年 好 你好 你好 来 请坐 一进这个屋里就感觉过年的氛围一下子就足了起来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好丰盐饭 天呐 不行了 我叫于庚哲 我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于老师 今天叫我来实际上是想让我给大家吃盐盐饭 而且盐盐饭坦白地说人家上这个菜是有讲究的 每一道菜都有讲究 也不能说每道菜 但起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呢 跟古代的这文化的多多少少有点关联的意思 就是跟我们花将军也有一些联系吗 那个池袋 那个潮 那个古代的那个潮袋 主要就是牵扯到这个魏晋南美朝时候的一些饮食 所以说这顿年夜饭保证大家这个终身难忘 啊 真好 就是不仅我们能够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还能在思想上达到一定的提升 对 对 你们今天的强度可是不小 是吧 看这个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 最后吃的其实吃的有点多 是了一堆调味料 就是那些那些食材是吧 那个叫应该叫五心盘 那个可能是和当时南美朝时候 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过年的习俗 是 那个五心嘛 它这个其实版本有好多个 起码有一个版本是就是 大蒜 小蒜 韭菜 有香菜 香菜的那个年代叫做骨髓 或者叫做盐髓 盐髓 那个为什么叫骨髓呢 是因为那个年代只要顺着四周之路 传进来的东西 就加一个字就是胡 啊 还有一个东西叫云台 云台 是黄色的吗 云台挺人听说过 其实就是现在餐桌特常见的牛菜 哦 我太好了 对对对 牛菜就是小青菜是吧 对对对 这个就类似于这个五心盘 你看这几个原材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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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吃边聊 对 来来来来来 我估计你们也饿了 咱们先来先来个五心盘 但老师要这么说的话 这个小油菜也不辛辣呀 啊 对是这样的两个原因 一个呢 就是古代人嘴里边说的那个所谓的心字啊 嗯 他往往跟另外一个字连在一起 就是臭 哦 臭字 我们可以读作秀 就是臭味嘛 对吧 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这种味啊 把它叫做辛臭之味 其实说白了就是指着它味比较重 比较大 嗯 这几个味都比较大嘛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口味现在是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结果就导致咱们尝这个都觉得撒撒水啦 对吧 就觉得简直小 没什么味道 没什么味道 但是在古人 古人又没有辣椒 嗯 又没有那些浓重的那个调味料 嗯 在他们嘴里边吃来这碗人 哇 觉得这碗就够重了 所以把这东西叫做五心 或者叫五荤 就这么来 哦 哦 是这样 选择性比较少 嗯 哎 这个吃过没有 这是啥 我没有见过吗 哈哈哈 肚包肉 肚包肉草原来的美食 肚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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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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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肚肉 肚肉 这个肚子里边塞上羊肉 里边塞上胡椒等这些调料 胡椒跟花椒有区别吧 有很大的区别 那个花椒是咱们本土的 胡椒是外来的 而且胡椒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 都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啥呢 胡椒是腌制食品时候 掩盖那个异味的一个利器 重要的调味料 当时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欧洲古代 都把这个胡椒当做是一个财富的象征 因为他们都要从这个南亚 也等这些地方去获取 路途遥远就导致那个东西 无论是运到中国还是运到这个欧洲 都是价格非常昂贵的 就像金条一样 已经变成了一种升值的理财产品 你知道吗 那变成理财产品 所以那个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宰相叫做元宰 元宰被抄家的时候 家里边抄出来的胡椒 比皇宫里边还多 这是对面 那个真好吃 那个羊 煮包肉 煮包肉 因为我们广东那边 基本上很少吃到羊 很少很少 南方的火锅其实 跟北方火锅就有很大区域 火锅我们就叫打边炉 就是打边炉 其实是涮羊肉 涮羊肉 对 涮羊肉 其实都还是吃羊比较责 就是吃羊比较责 而且中国是一直到了这个 唐纵的时候 中原地区都是以吃羊肉为主的 然后那个猪肉啊 鱼肉啊 这是排在第二档次 牛肉猪肉 牛肉相对来说是更少 因为有个缘故 咱们中国古代是农耕国家 就农耕民国 牛是这个中产生产的吃产力 所以呢 法律保护羹牛 这个羹牛啊 除非老了或者伤残了 否则是不能对那个时候才能吃 啊原来是这样的 对对对 今天在这咱们是南北方街友啊 嗯 咱们现在是不是经常有个印象 说是咱们北方人是吃这个 呃咸的 呃南方人爱吃甜的 对 你看这上海人就是吃的比较甜 不过我觉得你上海人甜不过无锡 嗯对对对 像无锡那种小笼包比上海的更大 然后更甜 对 它那个肉里都是加那个糖 加糖加加 而且加好多糖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我们我们加康 哈哈哈哈 我们加康加年味 我们加康加年味干杯 哎 来 咱们现在就都认为是北方人爱吃咸 是 男人爱吃甜 其实在古代 那个年代就不一定了 宋代的那个蒙熙笔谈就说 男人是咸 北人是干 为什么 呃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就是 那个年代南方人获得这个糖 它不太容易 嗯 因为在这堂普及之前 中国人主要吃的是那个麦芽糖和蜂蜜 嗯 蜂蜜太贵了 再加上麦芽糖也是早年间是先起北方地区发明 所以北方人有这个条件 南方人是到了宋朝以后 这堂开始逐渐的普及了之后 南方人口味才变甜起来 其实啊在南北朝时期啊 呃南北方的饮食习惯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融合 而且呢也开始流行起健康饮茶之风 并且呢是由南向北逐渐的传播 那听老师您那么说就是咱们其实中国人这个茶文化也是历史悠久 那肯定的 对 就像我们喝这个康师傅绿茶一样 其实今年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也喝了很多这个康师傅绿茶 嗯 它是原液萃取富含茶多分 而且还是低糖的喝起来特别的健康 来我给您倒点啊 我刚刚也一直在喝这个康师傅青梅绿茶 青梅味特别浓 而且茶味也好喝 一起来一杯吧 希望我们每年都可以一起吃好吃的年夜饭好不好 好 来来来来 干杯 加康加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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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老师就是这个南北朝的人也过年了 他们过年也像我们一样是吃席吗 还是 对对对一样的 只不过南北朝的人呢 他们那这儿可能是因为家具的限制 所以他们会在一块聚餐 他不会有我们这样的大员桌 他就是一人一个条案 然后呢有些年俗 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 一个放鞭炮 那个时候 有了 那个年代鞭炮叫做暴主 但是它这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暴主 把那竹子砍下来 烧 然后呢放到这个火上一烧烤 那竹尖不是空的吗 里边的空气不是一膨胀 就这样 他们认为每到大年夜 有一种山上的一种妖怪 叫做山霄 他会下山来害人 所以呢 你用这个把它一下 他就太好了 就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过年的时候 尤其是长辈 要给孩子要送些 送些小礼小礼物 这个叫做愧碎 然后呢 大家坐在一块吃饭 一块喝酒 这个东西呢 叫守岁 另外还有一个 给钱压岁 对 新年快乐 哈哈哈 下一季我就出新年快乐 红包拿来 红包拿来 这两天不太小 当然会问候 肯定是不会为了刻意的去发这个短信而发 我觉得现在有一种特别浪费的也不太环保 就是一到过年就是这个信息炸弹 哦 无线的叠加 群发 对其实我就是没有太大的必要 但我经常给他们发红包倒是这么 哈哈哈哈 那今年您打算给我们发多少 最近一个红包作为团队里的长辈 长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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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家有一老如有一半 哈哈哈哈 但我我确实觉得发红包这件事就是很有 艺术感 或者说 他是一门艺术 这个才是 发红包是一门艺术 因为就是你现在咱们也长大了 咱们也给自己的家里的小朋友 对是 给少了吧 好像也觉得脸上没光 啊对 因为小时候我记得谁给了我少了 记住了这个人这个 这个人没给我 是是是 会对的 但你又不想给太多 所以他那个就兜里面放了一个自动点钞机 哈哈 你看人家那个 书一个 嘟 点一把 来咱一样 嘟一张 哈哈哈哈 把原来抽出来放心吧 对不对 哈哈哈哈 您看我是气流后啊 你们在座都是年轻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通过这个过年这习俗 咱们对比一下 比方说自己小时候和现在 中国包括家乡都有什么变化 有没有变化 变化太大了 变化太大了 以前我收钱了 现在我给钱了 哈哈哈哈 那是年龄增长的结果 对 因为现在长大了 而且我在北京 我家在广东其实很远 一年回去最多就过年是肯定回的 冬至有时候也回 我们那边比较喜欢 就有团圆 还有中秋节 嗯 对 还真的都是因为节日才有个契机或者说想法要回家 对 每回去一次 哎 这楼又盖高了 就现在全是比如说我们学校附近 嗯 旁边是有一些比较矮房全没了 嗯 就每次回去的样子都不一样 还蛮感慨 对于我来讲 其实我我们家也有有有有一个传统 就是我爷爷家这边可能每年大年二九或大年三十吃年夜饭 我外公外婆这边是年初一聚餐中午聚餐 哦 对 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渐渐长大了 我们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了 嗯 然后长辈有些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现在过年呢 大家有时候呢 有些人会出去玩了 很难再像以前一样 真的是每年就在那一天 大家聚在一起 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想把这个传统给保留下来 因为毕竟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回忆吧 没错 所以以前可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他们在群里边张罗 现在是我们这帮小辈们在群里边张罗 那太好了 是不是该组织组织组织了 大家能够就在那一天吃那一顿饭 要旅游的可能推到年初三以后再去 或者怎么样 就是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挺怀念的一个传统 嗯 没错 因为你想红包肯定少说不了 哈哈哈哈 你去快点啊 人家吃饭都坐 都回呀 都回呀 都走不走 自己经常都走不走 其实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有很 很多人哈 不像真正的 这些万家灯火的百姓一样 可以能够团聚在一起 是 你像有很多我们的 呃 戍边的这种边防战士 嗯 对吧 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 有警察 还有很多那些 为山河万里 那些为万家灯火能够团聚的那些付出的人们 嗯 让我们为他们说一句新年快乐 如果能跟他们见到面 也为他们送上新年的祝福 好 好 加康加年味 让我们新年干杯 各位将在月时空回到唐朝 找到李白 提醒他准时复运 乡亲们都在忙着传作事 好 我们留下帮忙 这个叫什么 楼玩 我们管这个叫 包饺子 我们需要用斗子令的方式 欢迎一个视频 合作平台 腾讯之品爱情艺优惑 电视剑 欢迎更多精彩内容 微博搜索 加康加年味 第二期话题参与讨论 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跟微博网友们一起体验严肃文化 奔赴新春饭局 这位置真可以 送送送你送了 走